在教育部建立县市图书馆中心计划 以及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的基金 经费共同益助下 花莲县文化局新建图书馆计划启动 而28号举行动土典礼 新图书总馆预计在115年底完工 将以崭新风貌为民众来服务 已陪伴相亲40年的花莲县文化局图书馆 将于原址接触新建楼地板面积 约13000平方米 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崭新图书馆 台风过后的28日上午 举行花莲县新建图书馆统包工程动土典礼 共同其不工程顺利圆满平安完成 并将于8至10月完成拆除 预计115年底完工启用 花莲县获得教育部补助有两个案子 这是在我们教育部争取国发会公共建设计划 合作共享的公共图书馆中长城计划里面 我们花莲县得到了两个补助案 一个总管有3亿 然后另外在工兵乡立扶书馆 也有7千万的这个补助 所以这个是一个竞争型计划 不是每个县市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所以也表示我们的花莲县购努力 我们花莲县的团队真的非常用心在做规划 所以才能够获得我们审查委员的青睐 所以能够获得我们总管的这样的一个补助 更要谢谢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的理事长 还有对花莲县先生我们总图期待非常的多 指导非常的多 也陪伴了我们从应该是从105年就开始了 从成淑美局长的时候 就开始陪伴我们总图这件事情的我们曾管长 所以是不是给默默在后面 结束花莲县政策 然后这个跟我们很多的图资委员 整个意见的整合交换交流 才能让这一次的总图能够落定 花莲县我们的总图这个建筑硬体大概1816 再加上软体里面的内装大概10亿多 所以我们希望在115年年中能够来完成来落成 所以这有点艰难 但是我们评一下好不好 文化局图书馆在1982年完工 随时代演变 馆内设施逐渐不复使用 无法满足现在读者需求 整体建物更不符合现行耐政规范 因此重建 原挑选六处基地规划盖新图书馆 最终决定原址重建 在教育部建立县市图书馆中心计划 及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综合发展实施方案经费共同益柱下 总工程经费超过10亿元 中央补助占九成 其他则是献辅资筹款 预计2026年以全新面貌陪伴献明 记得蒋邦彦 华林士报导 多谢观看 请 врем